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 首先我们是中东的冲突 24号那天 一架俄罗斯的苏凯战机 被土耳其的一架美制的F-16战机 用飞弹击落 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50年前的冷战时代 早已经是世界大战要爆发了 所幸这5天下来 双方还能够保持冷静 虽然威胁放话是不断 不过世界上各国的分析家 已经开始越来担心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特别是强权 卷入到叙利亚内战 整个世界大战爆发的形势 似乎是已经形成 至少那个态势已经在这边了 你来看看俄罗斯跟土耳其 他们彼此早已经卷入到叙利亚内战 而且彼此支持的是相对的两方 再看后面 美国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反ISIS联盟 有60个国家 连我们台湾也被卷了进去 而再看后面 它后面还有NATO的 北约联盟的强大军事力量来撑腰 再来看看 这个内战又引发了整个阿拉伯阵营的冲突 伊朗已经介入 而伊朗一介入 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开始相对进入 而只要伊朗一介入地方 以色列也是一定会卷进去 你看看全世界 这几乎已经有半数的国家都已经卷在这场内战冲突当中 您能说这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不已经是在形成了吗 当然这时候最紧张的时刻 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强人领袖 而偏偏这次闹冲突的俄罗斯跟土耳其两个国家的总统都是所谓的民粹型的政治人物 他们两个年龄相当 一个61岁一个63岁都是喜欢搞媒体宣传 而且特别喜欢的是对对手绝不留情 当然谈到了浩大喜功 那更有文章了 两个人都喜欢在媒体上散播自己的强势优形象 而且更特别的是 普京如今还拥有一个全世界最庞大的战情中心 如今这次作战可派上了用场 而土耳其则盖了一个全世界最豪华的总统府 看看这两个强人 这两个强权领袖 他们的冲突会不会造成世界更大的危机 苏凯SU-24箭尸式轰炸机 是俄国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空军主力 突然之间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F-16战鹰式战斗机 是土耳其空军的精锐 捍卫北约东部第一道防线 也是这一起国际争端的另一个主角 23号上午9点多 两架SU-24战机闯入土耳其领空 才停留17秒 其中一架遭到F-16战机击落 坠毁在叙利亚境内 这段方面显示被击落的SU-24战机 机身冒烟起火 高速坠落地面 另一段影片还可以听到叙利亚反抗军胡口号 两名俄国飞行员跳伞逃生 却遭到反抗军从地面开箱扫射 一人扫声 反抗军拍摄了飞行员遗体的画面 也公布战机的残骸 机身彻底粉碎 破裂的机翼上还可以看到俄文 俄国军方曾经派出两架直升机营救 同样遭到攻击 一架直升机被反抗军用火箭炮摧毁 这是1950年代以来 首度有俄国战机被北约军机击落 被称是恐怖分子的共犯 土耳其政府也不高兴 他们回呛俄国 F-16在五分钟内 对俄机发出十次警告 但却相近不领 有权拦截 为了防止叙利亚战火蔓延 博尔其两度修改交战原则 凡是有战机入侵领空 无论国籍一律即落 但俄罗斯声称飞机没越界 双方更说各话 两国元首更是人生交火 不想反话 这让美俄法 对抗ISIS复仇者联盟的计划 可能生变 普丁为了要报复客机 遭到ISIS放炸弹坠毁 机上224人全死 上周起扩大对ISIS的空袭 从17号开始 俄国出动TU-95熊市长城轰炸机 TU-160黑捷克 以及TU-22逆火式战略轰炸机 对ISIS的战略要点 实施地毯式轰炸 ISIS的重要裁员 炼油设施与除油槽 遭到严重破坏 浓烟密布 烈焰冲天 ISIS圣战士 四散奔逃 俄国空军五天内 出动超过660架次战机 摧毁1000座以上的油槽 把ISIS杀个片甲不留 但普丁却直言被捅了一刀 说穿了恶徒两国元首 对于叙利亚内战的态度 大相径庭 普丁支持阿塞的政权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则是站反叛军这一边 唯一相同的是 两人都已狠自出名 作风一样强硬霸气 且都拥有一座 超大型的建筑物 这是土耳其落成 一年多的新总统府 总面积超过30公顷 约为美国白宫的50倍 造价超过新台币111 共有1150间房间 1024间办公室 还收藏了不少珍贵的绘画和家具 更有一座全土耳其最大的图书馆 另外备有超大型的媒体中心 全天24小时监控土耳其所有媒体报道 并且负责总统的新闻发布 相较于土耳其的豪华总统府 土耳则有巨大无比的战情中心 这座去年12月才启用的 国家防卫管制中心NDCC 超大型的战情室 更是首都在西方媒体前曝光 战情室挑高三层楼 一楼的面积就超过一座篮球场 陆海空三军的作业人员 以穿着衣服颜色区分 草绿色为陆军 天蓝色为空军 浅黄色则为海军 在排列整齐的桌子前 超过百人的三军作业员 接受来自各地最新的战情资讯 而这间豪华战情室 对引人注意的就是超大型的一幕 战情室的战情室 大一幕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以多重分割画面 显示各战略据点的及时影像 宛如好莱坞战争电影的场景 透过大一幕 普丁黑和战地指挥官 进行无时差的视讯会议 甚至下达作战命令 这座超前进的战情室 仅仅是NDCC的一部分 普丁一声令下 从2013年5月起 将原先的参谋指挥中心 改建成现代化的 国家防卫管制中心 NDCC 目的在分析战地情报 加强通讯联系 做出快速的军事反应 整座中心规模 媲美国五角大厦 也是俄国总统 发生战争时的指挥中心 类似美国总统的地下碉堡 不但设置最快速 最先进的超级电脑 速度号称是五角大厦的三倍 还拥有15倍的资料储存量 为了防止外国骇客入侵 超级电脑使用的 全部是国产的零件 一楼的大厅 进门就可以看到 一座两层楼高的大荧幕 宛如小型电影院 一屋顶端 还有一个能够自行旋转的 巨型地球仪 以立体投影的方式 秀出国家防卫管制中心的 俄文字样 普丁在NDCC为启用前 就实际指挥了一场军事演习 去年12月底 俄国举行中亚国家高峰会 普丁趁机会献保 招待各国元首 参观新落成的NDCC 只见各国领袖 对管制中心的硬体建设 赞叹不已 然而就在他与此地 威风下令空袭ISIS后 军机竟然遭到土耳其击落 击落十天前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在G20领袖高峰会中 还和普丁热情握手 如今两国撕破脸 土耳其指控 俄国对ISIS的军事行动 根本是在打击 清土国的土库曼反抗军 普丁则反咬 土耳其向ISIS买石油 间接资助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 伊斯兰国的摧毁截灭尚未成功 意外引发三孔联盟的紧张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